有位牛先生他跟我們留言 他說我想幫我朋友草坪澆水 結果發現他草坪有一堆一堆的土是很鬆 而且就像連成一條線一樣 他說這是怎麼回事呢 是不是有蟲子或者是有小松鼠在草坪下面做窩呀 還是打洞呀 還是怎麼回事 他到底應該怎麼澆水呢 那麼趕快請出我們的園藝達人花哥來幫他解決這個難題 花哥你好 你好 各位聽眾好 這個聽起來就是我們南加州這位牛先生碰到的 最常見的嗎 南加州常常讓人家很頭疼的地鼠的活動 就是家裡面有地鼠的話 那地鼠他就在給你下面 大概離地面大概一尺生以內 他就會有他的地鼠的地道 他就做他生活在地道裡面 鑽來鑽去 鑽來鑽去 他鑽到他高興的時候 他就往上鑽 就把你的土 你的草坪的草坪 搖搖草坪 然後把土弄出來 弄一頭一頭的土 然後因為地鼠常常是走直線的 所以可以看到整條這邊一坨土 然後再割幾尺 又一坨土又一坨土 而一坨土就是地鼠他在活動的時候 他就會破壞我們的造園或者我們的菜園 或者有時來吃我們的果樹的羹 所以這是地鼠的問題 很多人家裡都有地鼠 那怎麼防止呢 就是去那Hon Depot 都是在賣一些老鼠夾 不是老鼠夾 地鼠夾 還有那個補地鼠的籠子 那也有放那種毒藥的來給毒鼠地鼠 那就是趕地鼠的方法蠻多 那效果都是要繼續努力做才有辦法 但是地鼠一定要根除 不然的話很漂亮的草坪都會弄壞了 很頭痛 是的 好的好的